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體育媒體ESPN的報導 早前推出了國家隊的晚聯門將奧拉拉 只是答應回到喀麥龍踢一場比賽 如果最終喀麥龍成功晉級非洲國家盃的正賽 那奧拉拉與喀麥龍足協之間 將會有進一步的談判 因為與喀麥龍主席喪治意見不合 奧拉拉在卡塔爾世界盃期間離開了國家隊 並在去年12月從國家隊退贏 在喀麥龍政府出手干預後 奧拉拉同意回到國家隊 參加9月12日對陣布隆迪的非洲國家盃外圍賽 不過根據ESPN的報導 即使喀麥龍成功晉級 奧拉拉也沒有答應會參加非洲國家盃的正賽 對於曼聯來說 這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如果奧拉拉決定去參加非洲國家盃 那麼他就很有可能需要缺席一個月的球會比賽 接下來非洲國家盃的正賽 將會在明年1月13日舉行 決賽日期定於2月11日 根據消息人士的表示 在上週六奧拉拉和他的經紀人已經告知曼聯 球員將會參加喀麥龍對陣布隆迪的國際賽 而在這個夏天簽約奧拉拉的談判當中 球員方面告知曼聯已經從國家隊退役 因此如果奧拉拉最終決定參加明年的非洲國家盃 將會一定程度影響曼聯的部署 我是阿斌多謝各位收聽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